Hello大家好我是Jimm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高兴呢又是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本来我是打算做一个 来卡巴美玉的一击一镜的这个视频 但是很不巧的是 我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啊 我的摄影机呢是忘记放了这个SD卡在里边 那导致呢这期视频可能又变成了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也是为了这个 弥补我自己的这个过失 我是决定在节目最后呢 给大家展示一套我自己调试的这个Preset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信我 我可以把这个Preset给到大家来作为一个福利 好那么今天视频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来卡的巴美玉 那巴美玉呢是来卡在五十年代末推出的一支35毫米f2的 也就是Sumicron的这个镜头 那这支镜头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他在这个来卡的圈子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名声的 包括有很多玩家呢 都把它奉为是一支神头 那我自己呢其实 是更喜欢七眉玉多一点 因为怎么说呢 那来卡的这几支sumicron的镜头啊 其实从八眉玉到六眉玉到七眉玉到现在的 这个Sferical呢 他们的中心锐度都是很高的 那每一代 所做的这个提升呢基本上是在一个是边角的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反差的表现 那反差高了以后呢 就会给人带来一种 锐度很高的这个错觉 那我喜欢七眉玉的最爽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他的反差是介于 这个现代的Sferical镜头和 比较老的这个八眉玉之间 那我觉得 如果是用在数码的相机上面或者是用彩色胶片去拍摄的话 是刚刚好的 那八眉玉呢他是属于反差偏低的 特别是和这些现代镜头比起来啊 那给人的感觉呢会比较柔和一些 那我也是非常可以理解如果是一些以玩黑白胶片为主玩家呢 可能会更倾向于八眉玉多一点点 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几只镜头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八眉玉这只镜头已经快六七十个年头了 他的镜头结构这么老 会不会锐度成问题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至少他的 中心锐度完全不必要担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然后以及在裁切之后放大的效果 这个锐度哪怕是跟现在任何一支 这个现代镜头去比 都是丝毫不逊色的 那从体积上来讲呢 八眉玉是介于这个 Aspherical 跟这个西眉玉之间 那我们从他的这个 外观来看的话呢 八眉玉啊 他是有着一个金属的拨感 那这一点我觉得 是 也是那个年代 莱卡镜头的一个做工的体现吧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不管是 质感还是他的一个 做工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可能 现代很多的莱卡镜头呢 反而是加入了更多的这个塑料部件在里面 当然啦 这三支镜头都是同质的 他们都很沉 拿在手里很有分量 不会有那种 轻飘飘的感觉 那八眉玉呢搭配这个 Safari的这支绿色的机身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这次呢也是带着这个 M10P和八眉玉的组合去拍了不少的照片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支八眉玉的一些成像的特性 M10P和八眉玉的精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preset去搭配这个8倍率这种比较低反差的 带有一点点梦幻感觉的这个 特别是一些逆光场景下这些照片的话 还是比较合适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那我相信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的挑色是不是口味偏重了一点 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呢 因为我平时拍胶片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个数码相机它既然有这个潜力 可以让你去对这个照片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 我觉得不妨去多做一些尝试 也未必是个坏事 虽然我自己也是比较忠实于这个相机本身色彩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套这个preset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 那么我会把这个preset发给大家 这套preset我不能说任何场景都可以使用吧 但是呢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调整一下曝光 我相信都是可以用的 好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可能会简短一些 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的内容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点赞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 也请关注一波 那话不多说我们下期再见